我现在是在安吉的核心产区 后面这一片都是大山 在后面有两块石头 大石头据说有非常好听的传说的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要留到下次再去说 且听下回笨姐 这个石头据说有个传说 很古老的传说 据说什么石头挑的这扁蛋断了 具体的下回再说吧 小火车 这个安吉的茶园 我们现在坐的抖抖车 是运茶区下来的 我们现在人上去了 现在茶园的茶牙其实还没有发出来 我们现在看一下镜头里边的这个产业 它还没有完全的发出来 我们现在看一下镜头里边的这个产业 它的牙还没有完全展开 其实还只是少量的可以开采 这个只是少量的可以开采 像这样的就是可以采的 其实这个茶园里边的茶羊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现在这个牙头还很小 所以要采还是很费劲哦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茶叶 它这个土壤 它地上 这个是茶园的土壤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上面很潮湿的 能看到这些青海 茶叶需要滋润 要湿润湿润的空气 当然茶叶也需要喜欢阳光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那边呢 有部分的菜茶工 在开始少量的采摘 这个是山上下雨的时候 就会把雨处在这个桶里边 可以去浇水 这是我们刚才散三坐上来的 叫抖抖车 其实这个是收查清用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 看在这个背后听到有人说话的采茶女工 其实是在这个背后 后面的那一块茶园 也是在还有一部分人在采 今天呢 天气是特别特别的好 但是因为昨天下雨 前一段时间的气温也是比较低 很冷 既然你演的时候 也会好那儿 家人也是在这里 你还好呢 伽养